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常常我穿这样 大家都会以为我伪装的 事实上我在教大已经教了9到10年了 还蛮久 然后呢 在去年我跟我的很好的伙伴的同学们 我们一起创造了爱的米其林 当然不止我们 还有身心障碍的朋友 但是其实呢 说到底 它就是为了一个解决尿尿问题的想法 各位知道 吃餐厅到外面用餐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可是对于很多身心障碍的朋友来讲 其实是很不方便的 这个呢 是第一个不方便 连门都进不去 那就不用谈 要不要谈这一家餐厅 是不是无障碍或友善 对不对 那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 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小小的一个街 甚至只有一街 它都进不去 再来呢 当你进了餐厅之后 有没有厕所 对他们来讲又是一个挑战 比如说为了这个 他可能要有汤端上来的时候 就说谢谢 对不对 或者是呢 用最快的速度 赶到最近的捷运站 因为那里应该还有无障碍的厕所 所以呢 爱的米其林 我们那个时候所想象的 就是一个能够方便身心障碍朋友的 一个创新的服务 但是结果并不是这样 待会让我跟各位说这个故事 所以呢 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间 以为自己理所当然的事情 比如说各位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 各位不要怀疑 它的门口贴了一个 符合公共无障碍的厕所 可是你知道吗 这里面有一堆东西不合格 有没有人知道在哪里 没有错 最简单的 卫生纸可能会拿不到 再接下来呢 这个求救灵这么高 万一你知道已经摔在地上了 看过没有 血手印 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了 再来呢 这个 你会说这个镜子斜斜的 看起来不错 对不对 可是各位忘记了 每一个人的身高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是有一个规范的 再来呢 这一根在这里 看起来非常的妥当 但实际上呢 当你轮椅过去的时候 就是卡在那里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的是说 这些东西啊 刚刚这个非常谢谢那个余老师 他分享的应用剧本 他说关心使用者 汉中提到了社会设计 甚至我们最常讲的 在做的最 那个magic word 我觉得那个才是去年2011年的 2012年的magic word 叫做design thinking 对不对 可是我们把它翻成什么 设计思考 然后把它翻成社会创新 但是呢 我想要跟各位谈的是 这个后面其实还有一些别的想法 如果design thinking 不是叫我们自己 去用设计师的方式去思考 而是去设计别人思考的方式呢 那个可能更是驱动社会创新的力量 各位知道 这个就是在去年 深藏的朋友包围了内政部的营建署 他说 因为内政部营建署有个法规 他说 90平以上的餐厅 需要符合无障碍公共建筑物的标准 各位90平 大概不就是金华凯月啊 东区地下街啊 对不对 可是这跟我们的国情不合嘛 所以你看 他们很愤怒地走到了街头 可是 营建署 有在录影对不对 没关系 营建署也不是笨蛋吧 人家订90平一定有个道理啊 为什么 因为如果所有的餐厅都必须要符合 才能够登记营业的话 那我看台北的餐厅可能要关更多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中间 其实是一个社会设计跟协调的过程 所以呢 我还记得当深藏的朋友们 残藏联盟来找我们谈的时候 他们跟我们说 我要无障碍餐厅 你看到倒是一个angry的face 我们就慢慢地跟他沟通说 有没有可能变成 我爱无障碍餐厅 后来就好一点了 对不对 那至于最后 我们设计出所谓的爱的米其林 这个关键就是 我们知道 不管你是我要也好 我爱也好 如果我能够有一个规范 让大家知道 友善的环境 友善的餐厅 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这些设计的思考 Design Thinking Design Their Thinking 就有了可能 所以呢 这个就今天早上的照片 这个Design Their Thinking 要怎么来呢 毫无疑问的 今天的主题很好 热血设计 你必须来自真正的贴近跟亲近 你的users 这些users 就是身心障碍的朋友们 今天早上我们刚刚跟着另外一个光头 待会你们还会看到另外一个光头 我预告他 跟着他一起去帮他们洗轮椅 在洗轮椅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我们刚刚要解决那个无障碍餐厅 那个楼梯的问题 对不对 其实not really that 为什么 因为有这么多不同的障碍的类别 对不对 每一种都有他可能或不可行的解决方案 这个也是另外一种 他在捷运站走得还比我快 然后呢 这个是热血的部分 你亲自去服务的时候 你开始跟他聊天 你开始观察他 比如说今天早上我就知道一个很棒的商机 跟各位分享 他们告诉我 这个电动轮椅出去 电池大概只能跑40公里 所以呢 你以为40公里就OK了对不对 他说不对 因为呢 现在原物料上涨 这个电池里面呢 有那个千亿 那个千是上涨的 很贵 所以呢 厂商就开始偷 所以呢 电池现在大概用不到40公里 可能只到30公里 所以呢 他们就告诉我们 第一个 他们需要设计新的能源解决方案 第二个 他需要能够继承 可能是我们IBM的专厂 到底我离那里还有多远 再来呢 也告诉我爱的米其林里面 必须要有一个很明确的计算里程的工具 帮助他去推估 他到这个地方用餐 大概要多少的时间 这个是我今天早上的收获 跟各位分享 但是各位也了解到 这一些所谓的障碍 其实并不限于身心障碍的朋友 事实上 在我们去年做出爱的米其林之后 得到最多回想的 都是人家打电话来说 哦 真多事 那要带阿嬷出去吃饭 不用烦恼 不用卡通的 问一楼二楼 有变速吗 你知道这种东西 真的 因为我们面临的就是 这样子的一个社会 它可能有各式各样的 随着高龄化 少子化 所引申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爱的米其林简单来讲 它就是一个 我们设计 以智慧行动服务 来方便 有需要的民众 去找到 无障碍 友善餐厅的 一个 这个APP的服务 在这个里面呢 也很妙啊 对 你都会以为 大家都想过 对不对 偏偏我跟各位讲 我搜寻过所有的APP 就是没有一个 提供这个资讯 平常都是美食多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个 反而是我们找到的 服务缺口 在这里面呢 也很特别的是 爱的米其林这个APP 它并不是由身心障碍的 并不是由好手好脚的人 去 你知道无障碍空间 都是很多是好手好脚去 量量看几公分啊 坡度几度 对不对 可是在台湾的环境里 其实服务比硬体还重要 对不对 你说进不去 那我帮你嘛 你说没有办法结账 我出来帮你嘛 所以其实服务 可能远胜于硬体的建制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特别找到了 十位的身心障碍者 我们训练他们 使用资讯的科技 带着他们去参访 每一家餐厅去做调查 然后呢 我们才创造出 十个所谓的特派员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想象 就是各位知道身上的者 原来是被人家服务的 对不对 可是现在我问你 他就是这么多年不方便 所以谁会比他更清楚 他可以很轻易地告诉 一个餐厅 所谓通过无障碍 空间检查的餐厅 告诉他说 我觉得你只需要 再帮我增加一点这个 或者是走到空间再怎么样 这个都是没有规范的 他们有一个新的职业 我们叫他特派员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在去年推出了这个APP 各位可以看得到 我们结合了一些 台北首都独特的设计 包括我们的捷运 真的 我们前几天跟一些 身上朋友座谈 本来有中南部 他们跟我们说 你想都想不到那句成语 我毅然决然地决定搬到台北 Amazing 为什么要毅然决然 因为这里真的比较方便 预告一下 今天是2月2号 2月5号还有无障碍计程车要上路 这很棒 It's amazing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你可以看得到 他们也不是 就是像米其林一样 去给人家打分数 因为我们要避免 这些餐厅业者的反感 我们想要告诉他说 如果你可以这样做 爱的建议那会更好 所以呢我们想要的吃 其实是一个运动 就让全台北的人都注意到 嘿我们可以让我们餐厅 变得不一样 一起来迎接高龄化的社会的来临 那当然我们就得了蛮多的奖 包括了这个点点点 那这些我都觉得 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启发 也就是说 你可以看得到电信业者 包括了台北整个城市 甚至整个国际的竞赛里面 都有注意到这样子的作品 而这个里面呢 对我来说 更重要的一个设计 是这个 我们透过每一次 去调查这些 无障碍的餐厅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聚会 在讨论 你可以看到到 光一个出入口 都可能分成这么多 不同的形式 单拐双拐 单轮手轮 电轮 等等 对不对 可是这些图不是我画的 是他画的 是我们的伸张朋友 自己画的 所以刚刚我跟各位提到的 从被服务的人 变成可以发挥公民的责任 展开行动 去创造不同的人 现在他的名字 不叫特派员 他叫老苏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他在讲话 在分享那些设计的时候的 那个时候所散发出来的光芒 将来也许有一天 这个 郭建筑师设计的时候 也可以请我们去帮忙 揍一下老苏 这个就可以给他们 更多不一样的机会 所以 我想跟各位谈的是 社会设计科技创新 它不只是一个科技创新 它应该是一个社会性的创新 一个act 它不应该只是一个app 它是一个行动 在这里面 我们因为注音输入法的关系 偶尔的发现了我们的未来 叫做 我们其实不是设计一个城市 而是我们有机会设计一个city 在这个里面 我们看得到 一个未来的方向 不好意思 我们去年只有努力半年 这里面还有一个笑话 是这样 话说八月 六月的时候 身心障碍的朋友 来找我们设计这个东西 然后呢 到了八月的时候 我们训练好 开始调查 对不对 那一天记者会的时候 就有记者问他们说 问你们 你们将来会不会有智慧服务 然后 那个残蒙的秘书长就问我说 林老师会不会有 我就跟他说 嗯可以 我们大概十个月可以开发完成 记者这隔天报纸上 等十月开发完成 真的啊 对 所以刚刚各位看到那个APP 有没有 那个Android是十月一号 然后Apple iOS的是十一月一号 我们真的是过了一个 很痛苦的这个过程 那 但是到目前为止里面 我们大概就是 五十五到六十家的餐厅 台北有多少家 两万家 五十五明显的身体 有点虚对不对 所以在座的各位有责任 我们今年想要把它做到一千家 如果我能够做到一千家 那我们就可以让 爱的米其林 他的impact更大 这个impact不只是 帮助生脏的朋友 他更有可能建立起一个网络 从特派员 到服务消费者 到企业的社会责任 到跟公益团体 还有政府之间的协力 我们有可能去创造一个 他不只是一个资讯服务 在这里面有三十个 四十个五十个 甚至更多的身杖朋友被禁用 他能够做他最擅长的事 当老苏 去了解他的社会 去贡献这个社会 去创造他的价值 那更棒的就是 他能不能够用米其林 这种高规格 让所有有心的人 我跟各位讲 我们台湾的餐厅是很有心的 他们愿意帮忙的 只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各位 设计社会 社会设计 我觉得最妙的就在这里 所以呢 运用科技的力量 解决社会的问题 但更终 我们希望的是 能够带动一个城市的进步 所以 爱的米其林 这边我身上被贴的 叫做爱的米其林台北 但一定不止于此 对不对 我们还可以有各地的爱的米其林 我想 Let's make it easy Make it easy 最钦佩的人 是 金恩博士 他说 Some men see things as they are And say why But I I see things that never work And say why not That's in my point Design thinking Thanks 还有一分钟 各位站起来 我们爱的米其林小姐 这是最重要的 对啊 那个 今天穿着小鸟装的 对 那个 我想跟各位讲 如果是要讲社会设计 我最骄傲的作品 不是App 是 All of them 对 It's the best thing 就是最棒的就是他们 然后今天他们 你帮自我介绍一下 没有一分钟 只有几秒 大家我是爱的米其林的Momo 然后我们有设计了一些可爱的贴纸 希望可以 大家可以拿回去 这个让更多人知道爱的米其林 就是不只帮助我们 我们的社会 更是帮助更多我们的老人小孩 甚至是未来的我们自己 谢谢 然后我是May 然后希望可以跟 就是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 散播爱的力量 对 我可以跟这些人 我可以跟他有什么 在那里的地区 在那里的地区 我们的老人小孩 你们小孩